欢迎来到OZ光学公司 下面我将向您介绍本公司的光纤分布式应变和温度传感系统 您可以在3w.osoptics.com网站上找到该产品的中文寿命书 在中文寿命书中您可以找到诸如空间分辨率测量时间等等的信息 现在您看到的是传感系统的软件组界面 第一个按钮提供系统初始化和测量的功能 第二个按钮提供分析和处理数据的功能 第三个按钮汇出程序 今天的测试我连接了三卷光线在系统中 分别是第一卷50米,第二卷700米,第三卷200米 下面我将开始操作系统 请点击第一个按钮 系统配置的界面将会出现 当系统初始化以后 激光器需要最少三分钟的时间来预热 但是当室温很低的情况下 最多需要30分钟来预热 在系统预热的过程中 您会看到这样的警告信息 当系统完全预热好以后 这个警告信息会消失 这时候您就可以开始测量了 现在系统已经预热好了 在界面下方 您可以看到软件的几个主要功能 首先是返回主界面 以及配置系统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界面 随后我将为您介绍 其他的几个主要功能 包括一般测量 快速测量 问脸同步测量 以及数据分析 在系统配置界面 首先您要选择通道1还是通道2 目前我们接的是通 然后需要设置光纤长度 设置值需要比实际接入的 光纤长度10左右 脉冲宽度是1纳秒 对应的空间分辨率是10厘米 然后选择带测的光纤类型 今天我们测试的光纤 是普通的单模光纤 接下来需要设置扫屏的范围 和固定 我们设置的扫屏范围 是200MHz 不长是5MHz以后 我们设置的平均次数为1万次 当设置完成以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开始按钮 来检查您的设置是否合适 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光纤 时间长度为970米 所以设置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点击停止按钮 之后我们开始动态测量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快速测量按钮 现在您看到的是快速测量界面 下面我将为您演示如何进行快速测量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开始按钮 请点击确定按钮 大约三秒钟之后 看到信号 下面我开始拉伸光线 这一段50米的光纤 位于光纤的起始部分 另一段200米的光纤 位于光纤的结尾部分 我将会看到50米的光纤 您将会在这一部分看到信号 我的同事将会拉伸另一段200米的光纤 您将会在这个部分 光纤的总长度是970米 您可以看到系统可以很精确地探测 非常短的光纤产生的应变 您已经看到了快速测量 下面我们来进行一般测量 请点击停止按钮 然后点击屏幕下方的一般测量按钮 一般测量 首先需要测量一条基准线 然后在基准线的基础上 测量应变和温度的变化 下面我们来测量基准线 请点击扫屏按钮 现在您看到基准线测量已经完成了 您可以50米 700米和200米的三段光纤 不同的步履院中心频率 在屏幕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 每一步频率锁定值和频率锁定值 频率锁定的误差值都很小 它小于5K赫兹 接下来 在基准线测量已经完成的基础上 我们要进行相对应变的测量 请点击相对应变按钮 现在我和我的同事开始拉伸光纤 拉伸光纤与刚才做快速测量时的位置相同 分别位于光纤的起始部分和结尾部分 在杨栋中的起始部分和结尾部分 现在扫描 您可以看到真正的硬变值 分别在我们两个拉伸的部分 看到了两个信号锋 现在您看到的是数据分析 在这个窗口中 您可以看到光线上每一点的步履原频谱 在市井的步履原传感测试系统中 在相同设置的条件下 我们的系统可以实现最窄的步履原频谱带宽 从而实现最静原频谱分析 得到最精确的结果 同时还实现了快速测量 这在世界同类型产品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刚才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简短的演示 非常高速非常精确的测量结果 如果您需要的资料 请与OJ光学公司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